台積電發表聲明說 他們董事長劉德英 明年之後要退休了 而且也不參與董事會的選舉 那大家就覺得很好奇啦 不是才接班五年嗎 怎麼就在明年要交棒了呢 實際上在創辦人張周牟 2018年退休之後 他就把棒子交給兩個人 讓台積電首創上市貴公司 首家雙手掌制度 好那我們來看看 一個棒子是交給劉德英 讓他擔任董事長 那總裁魏哲嘉副董事長 所以接下來明年董事長這一職 應該就是魏哲嘉來接任了 那我們也來看到 其實劉德英他加入台積電 服務到今年為止 也有30年的時間 真的是老成而且是工程 因為今年他不斷的把台積電 往海外擴廠 那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時候不是台積電 都還在擴張嗎 突然選在此時退休 劉德英說他是退而不休 他未來還是會繼續 貢獻他的半導體產業經驗 可是謠言已經滿天飛囉 有人說他是內鬥被鬥輸了 有人說是因為海外設廠 搞得他焦頭爛額 但到底什麼原因 我們來請教世聰哥 對沒錯 昨天台積電傳出個震撼彈 也就是說現在的董事長劉德英 在明年之後就不再競選 董事長他要退休 目前為止來說 可能會推薦魏哲嘉擔任 新的董事長 所以從雙手掌的制度 從劉德英跟魏哲嘉兩個人共治 未來可能會進入所謂的 魏哲嘉的時代 好 那事實上 當然外界非常多傳言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從2018年 接任張忠謀董事長 擔任董事長 到目前為止也在五年的時間 明年也才六年 而且他如果人家說是年紀的話 其實魏哲嘉跟劉德英 年紀差不多 魏哲嘉還略大於劉德英 所以其實跟年紀什麼都沒有相關 所以外界就會傳出說難道是台積電 裡面有所謂內鬥 或是怎樣的狀況嗎 但是我認為應該是不至於 會有內鬥的情形 應該是說他的階段性任務 或許董事會認為說 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那皆由魏哲嘉來交班 好 那我們先來講 劉德英 馬克 他自己認為說 他明年六月退休之後 他想要多陪家人 因為他過去幾年的時間裡面 真的非常累 因為我們就講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剛好是台積電最忙碌的時間 第一個你看 他開始在海外投資布局 又到美國 又到日本 又準備到德國這麼多事業 然後在這幾年的過程裡面 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 來自日本的壓力 各政府的壓力 然後他中間還去買了疫苗 那你就知道 其實有相當多的事情 不是只有本身的業績 他還有很多事情在苦惱著他 那甚至有傳言就是說 因為美國廠的處理的狀況 也讓董事會裡面 有非常多的雜音 就捲入所謂地緣政治的問題 等等 那因為我覺得也是夠累了 然後可能這個一個段落 告一個段落之後就決定離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目前為止 劉德英他其實擅長的是什麼 他擅長的是蓋廠跟先進製程 他過去一段時間就是台積電 蓋廠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甚至是在負責所謂先進製程的時候 都是由他來主導 那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仔細看一下 目前為止 劉德英所擅長的先進製程 我們要目前為止 台積電的二奈米 下一個世代二奈米 在明年下半年要量產 然後緊接要試量產 然後明年2025年要開始量產 所以先進製程的布局是完成 所謂的蓋廠的工作 其實也蓋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 現階段就讓他退休 然後由魏哲家 魏哲家來說 他本身就業務出身 你看你蓋了那麼多廠 你總是要有業務來填滿你 所以由魏哲家來擔任 下一個棒子或許比較好 加上說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話 最近海外的很多大咖 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都是找魏哲家 因為魏哲家目前是主管 所有的業務 像黃仁勳來台灣的話 就是會跟魏哲家吃飯 也會跟張忠謀吃飯 所以也就是在下個階段裡面 由魏哲家來擔任 或許是一個好的決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兩個個性 其實張忠謀在2018年退休 交給他們兩個人的時候 其實他說他們兩個互補 因為劉德映大家看起來 他是比較少 話比較少 因為是管廠房跟管先進製程 所以他其實修養不錯 然後又有耐力 然後也不愛漏鋒芒的狀況 媒體對他的反應都是非常好的 魏哲家對外來說的話 他個性是比較幽默 對外面來說的話 對客戶都安大得非常好 可是他工作上其實是意識不夠的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兇的一個人 不是他表面上看起來那個樣子 所以等於是當時張忠謀認為 是他們兩個一起來 這個接幫應該可以非常好的一個情形 所以就交給他們兩個 那他們兩個的負責裡面來說的話 主要就是劉德映負責對外 也就是說他負責台積電的最高決策 然後同時代表董事會 同時外部的所有事物 都是由他來主導 然後這個魏哲家本身 他就負責台積電內部的主要的營運 所以其實台積電目前為止主要的營運 日常的這個營運來說 還是以魏哲家為主導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為止是這樣分工 那未來可能就是全部都落到 魏哲家的這個身上去了 好 那當然有很多人都提到說 可能就是因為美國廠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知道知名的半導體的分析師 就提出這個對未來的看法 他認為說其實這個魏哲家上台之後 或許有幾個方向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說沒有確定美國補貼之前 就不要投資了 但是這個有不得你 為什麼 因為說實在這個美國廠 是拜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績 你怎麼可能可以終端 那我這個選舉 明年選舉的時候 我要用什麼當成我的宣傳的手法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牽扯到對外的問題 這個不是台積電單方面能夠決定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說如果明年的資本的支出 增長的趨緩的話 應該加發現金股利 就是把錢從資本支出發到現金股利 讓他的股價的殖利率看起來比較高 這一點倒是可以同意 因為台積電也準備著手這樣做 另外一個就是持續調整 整體的負債比的狀況 但是負債比是因為你投資很多資本 投資很多工廠 你要借錢才會負債比增加 再擴張期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難這樣的狀況 不過魏哲家目前為止 可能就面臨到接下來的幾個挑戰 一個就是我們講到 傳言這一次劉德英處理的 讓董事會有一點維持的是 海外的這個部分 特別是美國這部分 到底能不能做到我們不知道 這對魏哲家來說也是一個壓力 另外就是地緣政治 我們看到其實明年2月的時候 其實台積電也要宣布說 熊本二廠要蓋 接下來的話 對外擴張是不是到此結束 不知道 然後還有中美之間的對抗 也是怎麼樣狀況不知道 所以這個都其實都是一個風險的情形 另外一個就是2奈米之後的埃米時代 目前台積電怎麼做 還有晶圓廠之間的競爭 我覺得這魏哲家來說 也是滿大的挑戰 在未來的這個所謂的 從這個劉德英時代 接班到魏哲家時代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說 他們能夠繼續把台積電 滑得穩穩的一個狀況